星電視 社會恭喜良心傳媒 有你的支持 我們信心更充裕 請我們喝杯茶 星電視 STV 屬於大家的平台 歡迎大家訂閱星電視頻道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梁建峰 到了星期五我們是對話何仁的 是何仁先生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世界終目的 中美高層會談就結束了 這場會談 大家都可以說是眼前一亮 我想不單止我們 世界正在關注中美關係的人士 都會很詫異 中國的態度極其強硬 特別是 副外交部長 向美國提出兩份清單 要美國 這樣改善 這樣搞 指揮美國 外交部長 外交部長王毅 又說 跌出三條的底線 紅線 你不要過呀 你說這次的會面 是不是都是歷史性的呢 可以這樣說是美中建交以來的確是最 慣是最僵的一次了 我認為就 1972年 1972年 尼克森總統破兵 1979年 1月1日就建交 到現在已經是32年了 的確有過初時有過非常好的蜜月期 但是呢最近這幾年呢 就開始就糟了 尤其到了上一屆 特朗普的時候呢 差不多開打 起碼開打幾場仗的 貿易戰、輿論戰、科技戰、金融戰等等 現在到了拜登 很多人都期望拜登上台 清算特朗普的政治遺產 似以為就有些改善了 怎知不是 的確是清理了很多特朗普的政治遺產 但是在跟中國的外交方面 不單止沒有改變 而且還有少少變本加厲 所以到了現在 拜登已經上了任大半年了 關係 還是一步一步向下滑的 這次 這個常務副國務卿社馬 就去到天津 那本來就在天津安排天津會面 就已經是有少少爭吵的了 本來美國是上去北京 就見王毅 但是中國就不答應 把他改了去天津 在天津就由副部長 主管中美關係的副部長 謝峰 謝哥 就去見他 中國就做了一些消息讓步 原來就本來安排 就是王毅和謝曼就是在線上 一個影像 影視來談幾句而已 見見而已 但是王毅就趕到天津 跟他談了一會兒 這些都是比較容易想的 猜到猜到差不多很遠的 但是最猜不到的 就是中國的兩個清單 和王毅的三個不得 這件事真的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很多人都想不到 本來以為這次是一種敷衍的 見就見就談就談 談得多少就多少 誰知道不是 中國提出來的 就是 先由謝江給了兩張清單 這兩張清單就是 第一張就是要求美方抖錯的清單 就是你做錯了 我現在給你一張清單 你一樣錯,那一樣錯,那一樣錯 你要改 第二張就是 中方關切重點的個案清單 這件事是我關切的 這件事是我關切的 這件事我認為很嚴重的 你想吧 你怎麼辦,怎麼搞 你自己想清楚 有很多項目 包括美國對中方人員的簽證限制 對劉學生的簽證限制 對政府部門的高官、領導人等的制裁 打壓中國企業 甚至就是中國在美國的公民被拘滅對待等等 這些這樣的 中國的這些中方的媒體 去到美國要登記為外國使團 外國代理人 連孟晚舟的這件事都念在內 連孟晚舟的這件事都念在內 這些這樣的清單 下一大圈兩張給他 這件事就是中國的新招來的 在我的記憶裡面 真是中國和美國的外交史上沒見過的 以為這樣就很辣,還沒 王毅更辣 王毅當年向社曼劃出三條紅線 三個不得,非常厲害 第一,美國不得挑戰詆毀 甚至試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之道路和制度 這件事差不多要等於 我現在中國走的這種道路 你必須要承認,不能夠講講也不行 第一,更加不能夠挑戰 第二,美國不得試圖阻撓 甚至打斷中國的發展過程 現在美國做很多事都是希望能夠中斷 甚至阻撓,甚至中斷這個發展過程 因為現在中國的發展進程 一看來那個趨勢 就是幾年之後就超過美國了 你不能夠中斷,你不能夠阻撓 你不能夠阻撓,不能夠試圖中斷打斷 第三,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 當然不能破壞中國領土言政 這個老生常談,主要針對台灣問題 這個一直都是的 但是前兩個,這個是新的 就是說我中國要走什麼路 你不可以阻撓阻勢 這件事真的尤其中不得兩個字 有些命令的口吻 那真是 美國能不能夠接受啊 絕對不能夠接受啊 美國怎能夠忍得到你這樣的東西啊 但是你忍不到又怎樣 你難道你啊 變本加厲 我不是師徒了,我簡直是出手了 那你出手又怎樣 如果你說貿易戰啊 提高關稅啊那些這樣的東西 現在在做緊啊 效果似乎並不佳 是吧 中國這年多兩年以來 是 頂著這些壓力 對美國的失口還增長了 那你 怎算 你開不採取一些更加進一步的 發動熱展 發動戰爭 似乎又真是不夠膽 是吧 權衡一下 還壞啊 所以美國 怎算 沒辦法 只能夠 打口水仗 你這樣說 我還口氣硬過你 於是 他回應的時候 更加 簡直是名指什麼 新疆的種族滅絕等等 雖然停留在 還是口水仗這個階段 但是雙方的用詞呢 雙方的語氣呢 就越來越激烈 如果到了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任何一方 能夠先表示一些妥協 或者緩和的姿態呢 很可能發展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了 初則口角是繼而動不好 但是我相信 大家要掌控這個分歧的烈度 就真是不會去到這一步 但是喊喊喊喊喊 所謂雙喊不好口呢 那就 可以說是緩和無膜 對於緩和這件事呢 我覺得 必須要有一方 真真正正先採取一些緩和的措施 如果我們從歷史上來看呢 這一方極有可能是美方 才做出這個資訊 我據我自己估計 但是 不會是拜登 因為呢 現在造成 中國和美國這種關係這麼惡劣呢 美國的主流民意 所謂那種雲水 就起了很大作用的 尤其經過特朗普的 上四年的作用 所以 拜登是一個沒什麼主見 沒什麼氣魄的人 他要看著民意來做人 所以你靠他來解決就比較難了 所以拜登任內 能夠實現真正的緩和 似乎那個可能性不大 跟著就 中國駐美國的 新大使 陳剛 就到任了 很多人希望能夠 陳剛都會 有些新的表現能夠緩和一下 這件事又是不用想的 陳剛是出了名的 首先就是最年輕的副部長現在 血氣方剛 另外就是他做發言人的時候 剛剛正是習近平 那個方針外交路線 從韜國亮晦轉為 有所作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做發言人 所以現在由他做大使 我相信 只會比前大使崔千凱 會更加強硬一些 好的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來自一位 iki 現在 有 其實 那 以 我